从新竹市副市长沈慧红的手中接过奖状与奖品 对艺术家来说这一刻得来不易 连续举办19年的新竹美展 周末假日在新竹市演艺厅举办开幕及颁奖典礼 表扬七位族欠奖的得奖者 沈慧红指出得奖作品都是一时之选 不只肯定年轻艺术家更是对社会美感扎根的实践 这些作品不只是由我们的前辈艺术家的教育的心血 那更多的是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培养的一个鼓励的摇篮 那也鼓励他们创作 林志坚市长在我们的公共建设的部分 也是以美学来导入我们的公共建设设计 所以包含我们的校园 包含我们的孩子的美学涵养 那从硬体的设计到软体的教学里面 我们无处不希望孩子能够在美中学习 新竹美展是由新竹县市共同举办的艺文竞赛 透过七大类艺文作品的选拔 鼓励并培育民众投入艺术创作 今年比赛总共收到265件作品 130件的作品脱颖而出 如此丰沛的作品产量呈现了新竹县市的雄厚艺文底蕴 大新竹地区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 文化会萃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一次的美展呢 也争得了265件的一个作品 130件的一个录选的作品 那么象征着其实我们大新竹地区 真的是一个艺术非常丰沛的一个地方 爸妈常说做艺术家的都会吃不饱 总是鼓励孩子朝其他更有前景的方向发展 但艺术其实是文化与社会的必需品 有艺术家默默在基层创造艺术文化 才能让社会增添更多的美感风气 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